已經把那個整個都照相都放在雲端上 所以你可以從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這邊有雲端104雲端白板 把它彈出一下 這個白板裡面就是我剛剛把它照個像 裡面的話就是我們剛剛的所有的步驟 當然理論上我應該要打一些東西 不過時間不太夠我就先把它照個像 裡面大概重要的步驟呢 會有這一些這個剛剛講的 另外的話還有定義圖樣 然後再把這個圖樣做填滿 再做那個有沒有這個地方Ctrl加T 變把這個壓值字放大 然後最接這個稍微把它放大一下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有這幾個步驟 增加一個圖層 這個畫面都有 不過上面已經有一個同學已經登錄了 OK 那當然如果說你有開啟這個圖檔 這裡面就會有你的登錄狀況 如果你有登錄Google的話 那會顯示你的Google上面的名稱 那當然如果說你有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直接從這邊 可以直接跟我talk 你可以發問題 比如說你哪些 動作實在做不出來 當然也歡迎你從雲端上面 因為我要 整個run過你們 每一個同學 可能有點問題 所以如果你有問題 也可以從這邊提出來 那裡面的話還有什麼顏色 把它加一個顏色 這個部分的話大概是重點在 剛剛提過的部分 好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 假如說我今天呢 希望類似用這個效果 幫我做出一個什麼 假設你今天要拿去沖洗 大小的話就是5乘7好了 假設這樣子 5乘7應該是5 這個是5吋 英吋 乘7嘛 那你要怎麼樣 剛好一張大頭罩 放過來 他的尺寸會剛剛好 而且拿去 比如說證件 也不會被退件 那有幾個訣竅 第一個 5 5英吋 那這邊的話呢 我怎麼去安排說 每一英吋有多少個點 基本上 現在印刷大概都 最少的解析度 都大概300個點 所以也就是說你 最少的 最少啦 有的可能那個 像婚紗照 甚至600 你要非常的細的話 數字要再提高 但是如果你那個 不是那麼的要求 比如說你可以降低到150 不過一般相片 至少都300 所以呢 5乘上300 就是他的什麼 總像素 那 那乘起來的話呢 至少就是 1500 那這個的話 再乘以300 那就是2100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沖洗一張照片 總像素的話就是多少 1500乘上2100 那大概就是300多萬像素 也就是說你今天總像素 至少要300萬像素 那我們需要準備哪些事情 也就是你剛好要整除 所以你需要去構思就是說 假如你今天 要 沖洗的照片 假如說兩吋好了 也可以採檢 假設我今天是要兩吋的話 那我這邊可以用2.5吋 也許中間可以空白一下 留個白或之類怎麼樣 然後呢 再把它這邊再切一下 切一下 大概切出來 你可以去算一下 那如果我今天需要有這樣的照片的話 那第一步要做什麼 就是先開一個新的檔案 那要符合那個 將來沖洗的規則 也許這邊的話你打一個大頭照 比如說我今天 我要一個練習要大頭照 然後呢 這邊的尺寸 我的寬度的 就是2100 因為5乘7 那 每一英吋 至少300個點 300個像素 然後高度的話呢 我就給他的是 1500 就是5吋乘上300 OK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你再構思一下 那也就是你今天需要有一張大頭照 如果說你 你暫時沒有 我剛剛是從那個什麼 從網路上 Google一下 關鍵字打一個大頭照 好像就蠻多的 後來我就找到這一張 因為他長得跟我蠻像 長得 沒有 沒有 長得跟 底下的同學比較像 跟我 不太像 有點 好 那 假如說 用這一張照片 你要拿來當大頭照 假設這是你 OK 那你 我是這個 舉例啦 舉例 因為我剛剛還找到那個 還有一個 我本來要想要用他的 可是後來感覺好像會太 太政治 所以後來就算了 這邊很多 你打大頭照 裡面一大堆 那你可以把那個照片給下載下來 那算一下尺寸 那關鍵字就大頭照 好 那裡面很多了 像你看 第 第1章這個 第1章我想大家應該都認識 這邊有個大頭照 這個 我還想用他的 不過太敏感了 而且 看 看久了 好像覺得怪怪的 OK 好 那 你就找一個 覺得OK的 比如像這一張 不過 還要想一下 他的尺寸 有沒有 這個尺寸是400 乘上509 那是不是能夠完全match 感覺好像高度 光高度就少少了一些些 怎麼辦 你可能要變更一下尺寸 不過變更尺寸之後 他的像素有沒有 就不太夠 不過Photoshop有個好處 他可以補差點 至少可以讓那個 那個那個圖 看起來不會有那麼 鋸齒狀 不過這個地方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證照 假設我們補充一下 如果你今天要做一個大 就是那個大頭照的話 請各位先開一個新的檔案 5乘7 2100 乘上 1500 OK 大概是這樣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網路上找一張圖 然後呢 把它稍微改一下 那我就大概算一下 因為他大概 大概能夠被整除的話 我的那個 假設我今天要洗一張照片 好了一寸的好了 因為兩寸的可能太大張 我就用一吋的 那一吋的話 總共五吋 將來可以裁剪的話 我就把它分成三張好了 所以三張的話 大概500500500 那寬度的話 大概就420 這個寬度跟高度 你們自己再去算一下 因為這是基本的算數 能夠整除就OK了 最後的話 可以怎麼樣 把它就是編輯裡面 設定一個圖樣 這邊設定一個那個圖樣 定義圖樣 定義完圖樣之後的話 再利用編輯填滿的方式 然後把它選到之後 按確定 它就全部填過來 填過來之後的話 你就把這張圖 存檔 那 副檔名記得 就存 JPG 因為一般充洗店 它只接受 JPG檔 你就把它拿去充洗 洗出來的話 就會是你要的結果 應該差不多 300 300 差不多了 300DPI 它後面單位叫 DPI 也就是如果說你今天 如果用300 這個 5吋的話 你用300DPI的話 那就乘以300 那充洗出來 基本上那個畫質 應該就不錯了 有的時候 也會用到 150 如果你的像素 不太夠的話 但是感覺起來 會比較 沒有那麼漂亮 但是如果說 你要充洗 像有些 像婚紗罩 要高畫質的話 一般會用到600 甚至更高 那看起來的話 那就會更加的 那個細緻 不過你會發現 像那個婚紗罩 那個尺寸就不止 五層 非常大一張 所以 為什麼需要用到 很高階的單眼相機 原因就是 因為你要充洗 這麼大張 你像素如果不夠的話 那拍出來 會有那個 粒子狀 會不好看 所以通常會 比較用高階的 像素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 額外 再做個練習 今天的話就兩個 兩個圖檔 請各位就做兩個 一個是 104的 這個練習 第二個是 大頭罩 總共兩張 做完之後一樣 丟到你的 作業的那個 雲端的資料夾裡面 切記 請不要call 給別人 當成他的作業 因為我有發現到 有兩個 有同學 檔案居然是 一模一樣的 這個應該可能性 非常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很有可能是 有好心人 借同學call 這個會有個問題 如果你借人家call 那 我會算你們兩個 可能就是 成績就會 稍微打個折扣 所以特別注意 千萬不要這樣做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的話呢 總共會有兩個練習題 請各位 把這兩個練習 今天的 104 副檔名記得 也是一樣 把它存成.PSD 大頭照的話 不用存PSD 存成JPG就好了 所以會有兩個檔案 一個是104.PSD 一個是 大頭照 點 JPG 總共兩題的練習題 把它傳上去 當然 這個 作業的分數 取決於 就是 當然你越像 傳送上去的速度越快 當然你分數越高 OK 那大頭照如果你 做一個不滿意的話 你可以多做幾個 沒關係 或甚至做你自己的照片 的大頭照 放上去 當然也是OK的 OK 今天的話 我想 大概就是這兩題 哈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